淡海轻轨捷运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当中 而市议员郑宇恩也相当关心淡海第一统包工程的进度与施工状况 而就目前第一期统包工程来看进度已经到了26% 议员也希望捷运工程能够依序进度如期完工 不仅是能够让市民提早使用到轻轨 也可以提早解除台二线的交通黑暗期 淡海轻轨捷运从去年9月开工以来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当中 而目前从红树林捷运站到淡海新市镇 沿着台二线都可以看到占据4000道的工地 因此市议员郑宇恩也相当关心淡海第一期的统包工程进度与施工状况 议员表示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轻轨的高价、粮柱、钢架已经建立 而目前就第一期统包工程来看 进度到2月农历年前已经达到26% 因为这边的部分是由淡金路过来 然后准备要下平面 所以说它这个高价下平面的那个蹲注已经是出来了 希望说交通局、捷运工程局这边可以好好的来督促工程单位 然后让他可以尽量的早一点往一躬 郑宇恩表示 其实在台二线进到滨海路这一段是最早洞工的地点 除了了解虚工进度之外 对于目前虚工所造成的交通黑暗期 市议员也相当感谢警方局所派出的溢交以及控灯人员的辛劳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假日的时候我们淡金路的车潮是很严重的回堵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边也有跟交通局还有警察局这边来协调 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期跟假日 其实都有注点的警察人员或者是逸交在做这个控灯 控灯的这个交通疏导的方式 然后控灯之后你会看到他全线都是开通的 但是虽然说帮助不是很大 但是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很感谢警察局 还有一交一警他们愿意做这样的配合 其实在台二线的路口都可以看到一警一交在号制灯下控管 虽然效果有限但还是能够缩短交通拥塞的时间 而市议员也希望捷运工程局能够依循进度如期完工 不仅是能够让市民尽早使用轻轨 也可以解除台二线的交通黑暗期 记者是段一旦水采访报道